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第15届全国大选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由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也运作了一段时间 那选民对于安华的表现以及团结政府的执行能力会打几分呢 莫提卡民调中心今天公布了一份在1119大选之后 抽样1209名涵盖各种族民邻层以及各地区的民众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 安华的支持率达到68% 印度人中有91% 华人73% 沙巴和沙拉越土著有70% 以及马来人有60%都满意安华的表现 换句话说 安华获得三分之二选民给予他的正面评价 那至于民众会给予团结政府的表现打几分呢 答案是只有54%的选民满意当今政府的表现 另外有25%的人并不满意团结政府 那调查也提到这个分数呢是远比2018年西蒙第一次上台 以及2020年国盟执政期间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是还要低的 依据种族比例来说的话 印度人还有华人是相对支持团结政府 但是马来人呢只有48% 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支持 那这份民调也提到 尽管调查当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 对于新政府还保持着观望态度 但还是有接近一半的选民认为 我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比起去年10月份所调查20%的数字是高出了许多